喂 祝哲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陪你 参加你妹妹的婚礼 然后跟你结婚 对吧 结婚 是我能表达的最大诚意了 祝哲 我们恢复感情吧 我以前对不起你 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 性格轻狂 我自私 做了很多账战 这种都行了 没有必要这么骂自情 你都想跟我结婚了 诚意表达的已经够了 只是我呢 一直是你最讨厌的 那种庸俗的人 而且我会越老越庸俗 庸俗得无可救药 除了柴米油盐 我什么都不懂 不是 祝哲 需要帮忙吗 不要 我那个时候年轻 不懂事 眼里看不见柴米油盐 还总挑剔你的文化水平 我现在知道了 男人就应该挣钱养家 挣钱养家不庸俗 我不会再让你们吃苦 以后我养你 你来真的 行 找个地儿聊聊吧 这家餐厅 我也是第一次来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不过我室友说性价比特别高 不好意思呀 我这人俗就总盯着性价比 怎么可能 要很快 实际上 我是你 教你 你俩睡觉吧 我先去 我让你友谈 你安排 我去 我去 你 你 他 欠摄 那些什么 顾客 你 他 有些自我 总是只顾自己的喜好 这回 就找你喜欢的点 我喜欢的 我喜欢吃什么 取决于今天谁请客 要是你请客 我喜欢吃海鲜 要是AA 我喜欢吃菜喝粥 要是我请客 我最近喜欢吃凉面 当然是我请客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喜欢吃鱼 我喜欢酸甜口 要不来一只松鼠鲑鱼 这个时候 正好去吃蟹的好期间呀 来两只大炸蟹 一人一只 服务员 您好 要一只松鼠鲑鱼 大炸蟹两只都要母的 三两半的那种 好的 一盘炒青菜 蟹粉焦白白果宝 一份 烤鱿鱼吧 两碗米饭 好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没有 谢谢 请稍等 行吗 行啊 你现在点的菜挺拿手啊 哪有啊 我妹妹也是十一月份结婚 好巧啊 是啊 家里打电话来的时候 很是受冲击 忽然觉得 我也应该有个归宿了 想来想去 只有你 住这儿 原谅我当年年轻 不懂事 说实话 在昨天之前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但昨天晚上我想明白了 既然我们两个都有意愿 那就不如坐下来 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你说你想结婚 怎么结 婚房 婚后的支出 我刚刚说了 我是个大俗人嘛 那这些我都要了解清楚 才敢步入婚姻 你看 我给你算一笔账啊 你买房了吗 我正考虑买房 但是需要咱俩结婚之后 才有资格买 现在还在备先购 也就是说 你工作了十几年 还没有买房 那我们两个结婚 要暂时考虑租房子 我们俩结婚以后 总不能跟别人合租吧 那房租每个月就需要六千 三千块钱也够 我没有想过大富大贵 但是 我不想降低我现在的生活水准 每个月六千 只能跟我现在生活水准持平 而且这还是在 不考虑有孩子的情况下啊 摊到每个人身上是三千 对吧 我每个月置办 衣服 鞋子 包包 算四千 你时尚最少 两千 化妆品 护肤品 是我工作必不可少的 两千 交际费两千 手机换新 和 化费 摊到每个月就算一千吧 以后应该会买车 养车费两千 寄给父母的 每个月一千 杂七杂八加起来就算是两千吧 合计是一万九 这还不算文化娱乐之处 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刚好可以支付 维持这样的一盒生活水准 你说你养我 那你能保证 我以后的生活水准不降低吗 朱哲 你标准能不能降低点 你刚才也说了 咱们俩需要考虑买房 看来你也有考虑过这些 这个生活水准虽然不算高 但让你一个人来出这些钱 确实有些费力 也不公平啊 所以我有手有脚 我也不能闲着 如果按你说的 我们两个结婚 那我希望你的生活水准 向我看齐 结婚以后有孩子了 我需要有请保姆的支出 来确保我继续工作 你还挺通情达理的啊 对的呀 结婚跟谈恋爱肯定不一样嘛 那结婚要面对的是柴米油盐呀 你要是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要查看你的公子卡 你还要查看你的职业发展情况 近两年 你的月收入平均要在两万 才算勉强我给 落户上海 打分的话 是要看你养老保险 矫存时间的 我的要求不高吧 住车 你看啊 有了孩子以后 每个月必须要达到两万五 才能维持支出 所以我要考察 你的职业发展情况 对呀 咱们俩要攒钱买房 标准能不能降低点 不能 我太了解你了 结了婚以后 所有的家务活肯定都是我包揽了 一家子的家务活我一个人做 那我的生活质量 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你还要让我降低我的生活支出 那我为什么要结婚啊 所以我现在只有两个要求 所以我现在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 你去银行 打出你近两年的 公司卡对账单 二 我去你公司 考察你的职业发展情况 很简单 打扰一下 谢谢 炒青菜请慢用 服务员 把两只大炸戏打包 好的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今天我请个 吃吧 白开水 免费